大家好,我是花蓮池记命尿科陈胜副医师 那今天很高兴呢,有机会跟大家就是介绍有关于这个膀胱过动症的一个治疗 那首先呢,就是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什么叫做膀胱过动症 那我们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膀胱通常都会装到一定的容量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可能就300-400cc,这时候才会想尿,然后我们就去尿尿这样 但是呢,有些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发现还没有装到一定的容量 可能就是一两百cc,然后就会开始想尿尿,然后不去尿又会觉得很急 这样子,这种状况呢,就是代表膀胱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收缩 这样子我们就叫做有一个过动的情形 那膀胱过动症呢,他们英文叫做over-intipped bladder 那这个在我们国际的那个尿湿镜防治协会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就是有一个急尿感,然后同时有合并像一些贫尿啊,咽尿这种状况 甚至会因为这种状况导致来不及,无法憋尿或产生尿湿镜 这种状况就是有一个叫做膀胱过动症这样子 好,那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膀胱过动症这个肾行率大概是怎么样 那在我们那个研究呢,其实就有统计过 那我们台湾自己的研究,我们国家的那个肾行率大概为16.9% 那代表其实很高,我们很少有一个那种疾病,那肾行率可以像这么高 16.9% 那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蛮常见的 那其实它跟国外的研究呢,其实也差不多类似 大概都是在这附近左右 那它会随着年纪,会有发生的趋势是会有攀生的 那像这个国外的研究我发现,就是在 随着年纪,下面这个年纪我们可以发现到 然后超过65岁左右,其实大概就有30%的比例都会 都会有这个膀胱过动症的问题 然后这个跟男女都有等比例的上升 那男生这是黑线,那女生是这个灰色的 那可以发现这个趋势是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是不是都男生才会有啊 因为男生有色目线啊什么 其实,事实上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这个 这个膀胱过动症的这个比例就是会随着这个年纪 就是越高了,然后就会,盛行率就会越来越高 好,那所以这会造成这个膀胱过动症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众多复杂 那其实也没有一个很好单一的原因 但是我们基本上会把它就是归,做一些归类 我们大概把它归成三类 那第一类呢,就是有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疾病 神经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像脑中风啊,多发性硬化症啊,发近深思症啊,脊髓損伤 这些病变,这些中枢的病变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膀胱抑制的能力不好 所以就是会有膀胱过动症的问题发生 那另外还有一些瀑布或骨盆腔的一些手术或是创伤啊 有伤到一些神经啊,还有一些糖尿病 这些也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病变都有可能这样子 这些是属于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方面就是自发性的B尿肌不稳定 膀胱泌尿肌不稳定 这些是指非神经性方面的部分 那像是有一些先天的一些结构方面的异常啊 泌尿道发炎感染啊,尿路结石啊,刺激 还有膀胱出口阻塞等等这些 这些问题的话,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类问题 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膀胱的B尿肌活性就是过强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说我们这个膀胱的一个上皮、表皮 对于某些食物或是药物的一个反应 它会产生一些比较过敏的一种感觉 所以它就是会,这个对动一些物质敏感 然后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也是膀胱避尿肌不自主的收缩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原因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子 总之这个原因基本上是比较多而且复杂的 那如果有膀胱过动症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诊断 那当然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先寻找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所以会先找出潜在可逆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有一些感染啊,血尿啊,或是糖尿病啊,结石啊 或是肿瘤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就是要先检查 发现,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就解决 那另外我们可能可以做肾脏或膀胱超音波 或是男性做前列腺超音波 看看是不是有色物腺肥大这样子 这方面就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有时也可以发现出来看是不是这些原因造成 那另外呢,我们就还可以做记录排尿日制 排尿日制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记录我们每天 尿尿的次数还有尿尿的量 我们可以发现是不是真的很贫尿 然后尿的量是不是都很少 就是真的很贫尿,然后都尿一点点 100cc,100cc这样子 然后而且会很急,如果贫尿会来不及这种状况 会记录下来 那另外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尿路动力学检查 那这个尿路动力学检查可以提供我们更多 就是有效、可靠的资讯 那尿路动力学检查我们平常就是 我们会在膀胱里面放一个倒尿管去灌水 然后看膀胱的压力 那就像这个土来讲 这个我们就是在膀胱逐步灌水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这个膀胱会有那种不自主的一个收缩的一个发生 那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 就是膀胱还在装尿的过程中 这种感觉 收缩的情形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想尿尿的感觉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想尿尿的感觉 可是这个收缩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还憋得住 还不至于到憋不住的感觉 然后再继续灌下去到这个地方 那可能装到这个地方真的已经憋不住了 这个膀胱收缩力已经高到我们憋不住了 这时候就会尿出来 所以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膀胱大概灌了多少细细的水的时候 那个就会有产生这个膀胱 这个叫做B尿基的一个反射过强的状况 这样子 好那讲完这个膀胱过动症 我们诊断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谈这个治疗的部分 那治疗的话当然就是说 刚才说如果我们有找到一些病因啊 比如说感染啊或是摄物腺肥大那些 我们当然就是先把它治疗好 那如果再来再接下来 如果我们还是 膀胱过动症仍然存在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透过一些治疗方面 那治疗我们大概会分成就是 第一线就是行为治疗 再来第二线就是药物治疗 那第三线就是一些比较侵入性的治疗 像膀胱肉骨感觉素的注射 还有一些神经的电磁剂方面 然后还有一些手术 可以做一个膀胱扩大的手术这样子 好那第一个我们先讲行为治疗 行为治疗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就是在饮食跟喝水 这些的一个规划 就是既然我们会有 常常会贫尿 然后一直尿尿的状况 其实我们就应该避免一些 抑尿性的一些饮料 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比如说像这些碳酸的饮料 茶、咖啡 这些有咖啡因的 其实都是对膀胱比较会刺激 茶这个也会 所以这个就会让我们 会比较容易想尿尿这样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膀胱的训练 就是一些憋尿的训练 还有一个骨盆底的训练 那骨盆底的训练 我们俗称就是我们的凯格尔运动 就是我们一个提肛的一个运动 一个训练 那这个的训练呢 其实我们 其实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在网路上 那个YouTube 大概都可以看到 那就是用一个提肛运动 我们就是把它用力憋 提肛这样子 收缩个五到十秒 憋起来 然后再放松 放松个十到二十秒 这样子反复做 做个十次 然后每天做个三次这样子 这样子 慢慢的这样子 每天每天做 其实这方面 这个膀胱过动症 是证实是也会有改善的一个情形 这样子 那再来呢 就是避免便秘 因为便秘 其实基本上也有证实说 其实这个便秘 其实也是会造成这个膀胱的一个反射过强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是要避免便秘 这样子 好 那行为的治疗大概是这部分 那第二个是指药物方面的治疗 那药物的治疗 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的主流是有两类的一个药物 一种叫做抗乙烯胆碱类的药物 那另外第二种是比较新的叫做乙型交感触境剂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大概就是分成这两类 那绿色这边呢 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膀胱 这样子 那绿色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护胶感神经 那通常我们要排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护胶感神经会作用 它会分泌这个乙烯胆碱 作用在这个膀胱上面 然后膀胱就会收缩 就会排尿这样子 那我们以前的抗胆碱药物呢 就是像这个蓝色的这一块 它这一块会堵在这个地方 那让这个乙烯胆碱没有办法靠上去 这样子的话膀胱就不会收缩 所以那种这样子膀胱它就会放松 那这样子就得到治疗的效果 那第二类的是乙型的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促进剂 那那个乙型交感神经心它作用上去的时候 它作用上去是让膀胱放松的 所以是相反 那它靠上去就是让膀胱放松 那就不会收缩了 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加膀胱的容量 那既然这个药物就是这一种 就黄色这一种 靠上去之后膀胱它就会放松 就不会这样子在这边无故收缩 所以也可以治疗就是膀胱过动症这样子 好 那这两类的药物 就是抗乙烯胆碱类的药它是比较传统的 那也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 那它基本上 虽然说治疗的效果其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它就是会有产生蛮多的副作用 那副作用是什么 因为因为这个它主要是作用在我们的 身体的一个胆碱的一个受体 但是我们的胆碱的受体不是只有膀胱油而已 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大脑 还有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胆碱 也会有胆碱 有胆碱 有胆碱的受体 所以吃下去它会作用在全身 所以就是可能会有嗜碎 记忆或认知障碍 还有眼睛会口干 眼睛干 这样子 然后消化部分也会造成消化不良 然后便秘 那心脏可能会有心脖过速等等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很多病人在吃了之后就是会有一些口干 眼睛干便秘这些一些副作用 那老人家吃了之后也会有一些认知的障碍 所以这些药有些人可能就吃没办法吃很久 因为它的副作用就是比较大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药以型的一个交感的一个促进 其实大概是五年前左右才出来的一个药 那它就直接就是刚才说过 它就直接作用在膀胱到膀胱放松 那基本上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些全身的其他的副作用 它唯一的一点副作用就是血压会稍微的升高 所以它就是除了一些病患如果有一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的状况之下 是比较不适合使用这个药物的状况 其他的状况其实它的禁忌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基本上副作用比较少 那这类的药物在病人在服用上它的那个顺应性 遵从这个衣主的那个会比较好 这样子 那这种抗胆碱的药物的经济症就是说 就是刚才比较传统的药物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就不适合使用 像是就是有那个尿液滞流 因为这类的药物它让膀胱的那个收缩力也影响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的平常药就是减料不干净的状况之下 吃了之后就更可能会药不出来 所以这个药就传统的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那另外呢像胃衣滞流 或者是那个平常的一些肠胃就比较会 就是比较乳动比较差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还有清光炎啊重症记录力 这些都比较不适合这些那个那个传统的一些抗染紧药物这样子 好那通常呢基本上我们在透过第一线跟第二线这两种的治疗 其实这个膀胱过动症都会获得一些改善 就是说多多少少就是一定会有进步 就是你的憋尿跟还有那个状况 其实都会获得一些改善 那当然就是你包含的行为治疗也要一起pain 就是进行 那通常但是有时候如果有些状况就是说你还是控制的不好 还是会有不自主就是发生漏尿的情况 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厕所就尿出来 这种状况就很严重的话 就可能会需要到第三线的治疗 就是所谓比较侵入性的治疗 像是膀胱肉毒感菌素的一个注射 它就是这样子用膀胱注射的肉毒感菌 那肉毒感菌它就比较强 它直接打下去膀胱就麻痹 就膀胱就比较不会去收缩 就比较不会这种尿失禁 当然它也比较容易叫成尿治疗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个电磁肌 那这种东西利用电磁肌的回馈 可以让那个膀胱的一个神经的一个调控 会有改善的状况 那另外最不得已的话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膀胱的一个扩大手术 让膀胱扩大 那这个手术呢就是可以改善你的膀胱的容量 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一个侵入性的一个治疗 那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 可能就跟饮料科医师在详细做一个讨论 这样子 好那今天的结论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膀胱过动症 是一个胜心率还蛮高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大概恐计大概有十几person 十六person左右都有这个问题 那但是我们又发现呢 其实在这些病人当中 其实又有十几person来就医 这样子我们沉起来发现 大概就是不到两person的来就医 所以其实就医的比例其实算蛮低的 但是其实这个急迫性的尿湿剂 它是一种相当困扰脑人的一个症状 那这种尿湿剂呢它不但影响了个人的卫生 还有呢家庭的生活跟社交方面的困扰 像你如果就是要出远门 然后坐个游览车 要常常一直找厕所 就怕那这样子憋尿的问题 这个基本上就是会 造成生活上很多的困扰 那基本上在我们医生一个正确的一个整治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获得改善 就是被控制的还算可以 就是会有进步这样子 那生活体质就会有提升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这个行为治疗跟药物治疗 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重要 那所以基本上合并的治疗的话 效果就会更好这样子 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就是介绍 有关于这个膀胱波动症的问题 那希望大家就是对这方面更进一步的了解 谢谢大家